其实只要发生在陈家人的身上都会有奇奇怪怪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自己勇敢替自己发声 谁要为我们发声 我们的支持者 一定要勇敢 相信陈家人 我们家的事情 永远都会有千奇百怪 或者是创先例的事情 希望选民一定要 坚定 大家加油 双票特攻得 几乎双票也能特攻得 变了变了 变了变了 这是我们再完整的看一次今天黄瑞靖在记者会上面的说法 好 刚才大家也讨论了一轮陈志忠的心态 黄瑞靖这个时候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黄老师 我觉得他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意思说除非他要跟陈志忠离婚 如果他决定跟陈志忠离婚 那他讲法就不是这样子 如果他不跟陈志忠离婚 因为他们还有小孩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状况下他如果不出来讲 或者讲别的话那都是会非常完蛋 就是说这种事情他如果不挺陈志忠 那一定离婚嘛 一定闹离婚 如果他不想离婚 他当然要这样子讲 如果他想离婚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说实在话 就是说今天台湾的价值到这一家人身上 让我感觉到真的很可怜 你知道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人会选上的话 那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 真的也是还蛮悲哀的 你知道 可是看样子他是会选上 为什么这样 因为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其实是什么 就是理性嘛 你知道吗 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就是 人民有理性做决定的时候 才要人民自己做决定 如果人民是被激情所散动去投票 这不叫民主耶 所以为什么柏拉图很讨厌民主 就是当你人民没有能力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那样的民主对自己会伤害你知道 所以我说如果这样的人 这样的状况还会选上 我真的觉得台湾民主还需要努力 就是千奇百怪创先例的事情都会发生 不过李文你怎么看黄瑞进 他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我想黄小姐呢 她从当时决定要嫁入第一家庭 跟她后面所遭遇到的这些点点滴滴 跟她的期待当然是落差非常非常的大 跟她家族的期待落差也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好强 而且很好面子的一个女生 所以今天在选举前 然后这个家庭里头又官司缠身 我认为她是在很理性的情况底下做出这个选择 先把选举这关过了再说 所以我也很好奇第一个是选举的结果 第二个如果落选的话 黄瑞进接下来她还很年轻 她也不是无熟症 非跟陈水扁绑在一起不可 那我觉得这个年代 女生的选择比以前多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她还有很多的选择 她不一定要跟这个千奇百怪的陈家 永远绑在一起啊对不对 但是这当然是她们自己会去思考的啦 那我觉得陈水扁她们这一家 这个陈志忠得到了一个真传 就是说是非黑白对错 所有的道德标准通通都不重要 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选上了就是王道 所以即便今天她 以选上高雄市议员来讲好了 她所需要支持可能只是全台湾的 0.1%可能都不到吧 可是对她来讲这就够了 这就是我的正义 这就表示这个我要到了我的是非这样子 即便这个社会上百分之九十的人 不要说九十啦可能太多了 百分之超过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人是 唾弃的是不认同的 他也无所谓 因为你们这些人都是中共的同路人 所以你们才会不认同我的行为 我只要我这个选票认同我 然后我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种 一种对于民主选举的一种扭曲 所以她会觉得说 只要继续有支持者支持我 我要做什么都可以 我要做什么都无所谓 反正最后这么离谱的事情 她都还可以用什么支持台湾人啊 什么选举公道这一套台词她背的 因为她从小听到大她背的很熟练的光 就是睡觉可能都会就像我们看那个电视卖房子的广告一样 可能她睡觉的时候都会念啊 但是就是说她没有那个后面的道德的张力跟感染力 但是无所谓她只要得到足够的选票 所以每个人都说她一定会当选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她会落选 你感觉她会当选吗 所以她现在就是把所有的资源跟力量 全部压在这上面去了嘛 就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她就必须要演出一个 让大家都觉得很荒谬的戏嘛 所以这是陈志忠黄瑞进一个非常大的赌注 不过刚才立文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陈志忠的当选跟陈志忠的落选 就是这个选举过后 黄瑞进会不会有不同的选择 永平你怎么看 我首先先讲 我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一家人的表现 令大家觉得这么痛苦 因为我们真的讲 如果陈志忠再历经陈水扁的三审定验 陈水扁跟吴淑珍是三审排版定验 说对你们家确实有贪污 然后第二个呢 又经历了这个法院的判决 他的这个原告去告一周刊驳回 就说对一周刊确实 尽了查证的责任 你差不多就是那个召继男了 历经了这两件事情 还能够当选的话 那对于台湾的这个是非公道来讲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说那真是完蛋了 以后教小孩子说 哎呦你做坏事被抓到了也没关系 赶快去选举 对第一个你赶快去选举 第二个你只要扯台湾人公道 第三个你只要说都是社会打压你迫害你 对不对 就说这件事情我觉得父母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然后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子 老师会觉得非常的困扰 因为他的学生呢以后这个偷东西被抓到了 然后老师要惩罚他 就说你迫害我 你打击台湾人的人权 这要怎么办呢 第三个我觉得陈瑞靖 我 黄瑞靖 黄瑞靖 我觉得刚才立文的分析 我非常可以理解啦 包含浩强的女生啊如何如何 可是我总觉得 这个对现代的这么年轻的女性 然后我们台湾长期以来 已经觉得说我们男女平权呢 获制一个相当不错的成果的时候 也我自己也感觉很受挫折 因为难道你做政治人物的妻子 你就一定要委屈自己到这种程度吗 你就一定要把自己自己的尝试 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一切践踏到这种程度 然后为了只是求取一个胜选吗 那我就不得不怀疑 这背后可能比胜选的问题更多 譬如说他们家可能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钱 就是说你 否则你觉得很不可思议 很不可思议 你说还没有被大家发现的钱 我认为今天黄瑞靖 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表达 而是说他来表达他真的因为很爱诚之中 他来对一个爱情忠诚 他可以说我对我的先生 我真的有很深的感情 那我今天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晓得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可是因为我对他的感情 我愿意支持他 我觉得他如果讲这样的话的话 不会让人有那种千奇百怪的感觉 你知道就说 可是他今天不是用这种方式 你也看不出来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 因为有很深的爱情 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你只会感觉说 这个就是像刚才很多人分析的 他们今天这种表现 只会让人家感觉说 为了一个政治利益 那非要为这个政治利益 背后是不是保护一个更大的利益 你难免会让人有这种怀疑 好我们先进下广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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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